大村尤也今天的比赛是在赛前超重过多 达到了比赛规则的上限 杨森外号疯子 今天的这个战斗欲望非常的强 在之前的终结率其实并不高 一直以来杨森的变化比较多 抱腿了 直接抱腿了 射身 典型的散打式的淘腿 扣住了大村 但这样的话不太容易防守 杨森往后背转没有成功 大村尤依然用自己的绝对力量 把杨森顶在了那边 这个时候我们就刚才 其实看到阎波老师也说的 战斗基本应该是那种点击散打 重机单机为主 拉倒 压对方在地面上 上背 想往后转 连续的杂击 继续砸 转背 通过 杨森 一个腿进去了 手的腿还没有进去 是还差一点 进去了 进了 破坏他的这个 杨森就开始看了 杨森的节奏 也许棋别砸 裁判现在在 大村的这个节奏 让他没有 在场上有一种反应和判断的 拉过来了 脸着上 侧向位 我们看背空 但是杨森的两个脚交叉 大村没有注意到 对 对 现在应该是完全被刚才这个 七点般的这个拳头砸崩了 这个 的确大村的这个防御 防御是不少的拳 是 而且被斩平 这样的话 在后面就是完全没有反击机会了 对 这完全现在已经被斩平了 连续的砸 叫轻了 听到说杨森在场上刚才很好地释放了自己的能量 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了一个精彩的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在很长一段时间 杨森在被控以后去大拳 砸击大村的这个面部 拉倒了以后 再一次翻过来 翻转过来 把对方掌平 第一局 3分02秒 红方TKO地球获胜 比赛中国 红方胜